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嘩 歡迎回到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還是繼續 12 月頭沒什麼出現 沒什麼搞作的情況下 開一些特別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玩的就是 蜜法蘭 Doomslayer Doomnicorn 這個造型超級鬥賽 稍後慢慢介紹一下 2020年我覺得是蜜法蘭頗幸運的一年 Kickstarter Spawn 的大成功 有人不幸時有人幸運 DC Direct 就倒閉 而蜜法蘭的DC Motivus 所以說是做獨市生意 種種很順勢的情形下 Emma Fallon 其實買了很多不錯的優勢 包括這個著名的電玩Doom 毀滅戰士 亦都買了優惠優 還有Warhammer 不能進錄 這隻都有22個可動 立刻開出來跟大家玩玩 好 開出來就這樣 好臭藥 這次又一支 超科幻手槍 有牛角 我覺得又突然想起時戰隊那把東西 這支是甚麼來的 神仙版的東西是甚麼來的 瘋狂 有一個難鬼地台 就是蜜法蘭必備的寒酸地堂 好 先講一個造型 其實Doom Slayer 原本的造型 是沒那麼瘋狂的 這個其實是你訂閱了Twitch Plan之後 會有一個 Exclusive Skin 送給你用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隻Unicon 其實我覺得都挺好 都挺搭配 其實這個Doom Slayer Doom Guy 其實是這個動堡的先鋒 甚至乎比John更加早 第一集是93年 就是Doom這遊戲第一集 現實是93年 故事大概說甚麼 很快很簡潔地說一下 總之 這個Doom Guy 就偶打上司 被人發配邊疆 調派了一個火星的基地 但是火星基地 其實是進行一些不可告人的研究 其實是接通了地獄 當然情形一發不可收拾 地獄妖魔鬼怪入侵 火星基地很快淪陷 但是這位紀錄不良好的哥哥仔 被人閒事一二角 無計可思之下 都要拿著彈藥殺出生路 去到好像是第一集的最後一段時間 回到發現自己的兔子 Daisy被怪獸殺了 那又大件事了 為了幫兔子倒回公道 Doom Guys 又深入地獄 殺你全家 嘩 所以其實殺神John Wick 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有機會 有少少是被Doom這遊戲影響到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作為一個動保人士 有一個動物的造型 都相當之合理 好 看看細節先 亮燈我看到情形很想笑 你看看獨國獸那隻光行啞 它是類似帶著頭套的設計 好瘋狂 其實這隻是改色的 稍後我拿另一個顏色的版本去對比一下 雖然造型那麼鬥脆 但是你看到這套戰甲 細節量非常多 你看大腿 有很多效果 即是很機械化很重甲化的設計 當然最原本的Doom 就是沒有那麼科幻的感覺 但是很噁心 就是你露出手臂 這個是很噁心的 嘩 你看看 嘩 你看看他手臂這些青筋 嘩 多厲害 後面這個也是一個超強的追加Pax 原本是沒有的 多了一隻獨特馬的翼 還有一條尾尾 尾尾是還可以動的 好 嘗試一下關節 頭 這支炮 這麼怪的角度 斜斜地 這支炮 有點像Pattita的炮 這支炮 可以左右 嘩 嘩 嘩 向外轉 這裡這樣動 這個呢 在他的肩膀甲 裡面有一個 波裝 就可以這樣動 可以拆出來 平舉 是不行的 大概動到這裡 少於90度 就收工了 手臂是90度 拳頭這個位置 都可以轉到 裡面這裡也有個裝 可以上下動 OK 其實這個旋轉位 就彌補了不可以平舉的不足 我覺得 那麼 覆 少量 只可以旋轉 然後 腰 大腿最蠢 其實 因為他太厚 裝甲 這裡頂住 根本就遞不起這隻腳 然後 小桌 90度 收工 腳掌 理論上 是一個波裝 但是 由於設計問題 就頂住了 可以向外動 可動 相當有限 但是造型實在太吸引 太搞笑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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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噁心 即是 一個 這麼 鬥趣的造型 但拿著武器一念正經 這個效果 是 很好笑 這個figure 大概就這樣 接著 拿其他顏色出來 對比一下 其實原色應該是軍綠色的 但那隻是小炒王 所以手頭上只有銅色 其實這隻顏色的細節出很多 你看到它對布 滲滲線 有少少舊化感 會比這個 哈哈哈哈 粉紅色馬腳 就會更加顯 你看到手這些全部是銅帽 頭雕方面 應該只有這個 頭套是新帽 OK 那 你看到武器 其實原本是一把軍刀 Let's say 它是軍刀 Dumicon 版 就變成一個神仙棒 你看到基本上的配置是一樣的 但這個就多了尾 多了對翼 那個對比就是這樣 關節規格也是一樣的 好 最後補充幾句 其實這隻我看低見 150元是有找的 可能實在太過騎膩 造型實在太過奇葩了 我覺得150元來計 是聖誕節加換禮物的 一個好的選擇 又有少少屌屌地 但作為一隻figure 它的賞色是不失禮的 OK 雖然它的可動是弱點 但是它的賞色和造型 都是不失禮的 真心 這隻遊戲我覺得 幾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很 Multimedia 地 Clossover 因為它那時候 Doom internal 和 Animal Call 成動 的心友會 是同一日發售 所以就衍生了很多 異創的 網絡衍生了很多 異創的畫作 甚至是影片 大家可以找來看 它又和西思維一起共鬥 很棒 然後製作公司 方面都表示 很欣賞 這件事 本身這兩個 不是同一個圈子的人 竟然可以 一起做一件 這樣的事出來 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Anterno 裏面 又有 跟VTuber 的Clossover 的彩蛋 一個著名的VTuber 樹神滲音 匿稱是這個麵包狗 其實都是 DOOM 這系列的 捧場客 直播 經常玩這個遊戲 在DLC的時候 它的彩蛋 會變成一個 DOOG Daw的 圖案出來 其實是一個 很廈媒體 很跨公司 跨媒體 的聯成 雖然這個 彩蛋 不知道什麼原因之下 最後取消了 但我覺得 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嘗試 這個年代 我覺得任何ACG 是很難獨善其身 你要跨媒體的滲透度高 才能夠配備 我覺得 DOOM 這遊戲 做得挺好的地方 今天希望 除了一些主流的日系玩具 又或者DC相關的玩具之外 本頻道也有其他特別小小的玩具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不喜歡 也沒辦法 我想我下集應該會開 阿斯格蘭達 有沒有意外 今臨到完結 當然是放下QRQ 大家有興趣 可以追蹤小弟的Twitter和Instagram 好,今集我先玩到這裡 下集再跟大家玩 拜拜